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假日的时候来花市走走 这是高雄劳工公园花市 有什么花呢? 你看这个是淡淡的那种粉红色的石壶兰 现在其实是这种春石壶兰的季节 会一直维持到4月多左右 4月底到5月初左右 那这种淡淡型的石壶兰 现在目前都在开花 有些是交配的 有些是原生种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 好几个品种在开 现在很多那种交配形态的 其实你会看不太出来 它到底是原生种还是交配的品种 不过现在应该像什么斯大新 像是18磅之类的都在开 所以在市场上应该可以蛮常见到的 不过这一颗我猜是交配品种 是因为它开满的 如果是18磅的话 它会开下半三分之一 就是它的开花度没有这么的高 像这一颗的开花 开花就很满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到市场上看到的话 其实最近是这个的季节 而且这个都会香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全部都充满香味 还有现在还有 我最近还有看到很多的 绿天宫也开了开 绿天宫今年真的非常的多 不像往年一项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兰花 这个兰花不常见 它的名字很特殊 我们叫做吊筒兰 吊筒兰是原生种的兰花的品种 原产在中南美洲的地方 它刚开的时候是这样子 两颗 很像这个花苞一样的东西 吊筒兰这一类型的兰花 它原产是在中南美洲 造型因为非常的特殊 所以就被称为吊筒兰 或者是有比较奇怪的名字 它那个桶子其实是蛮有趣 它里头会有香花蜜的味道 这种花蜜的味道 其实它会吸引蜜蜂 或者是受粉者 然后吊到里头去 吊到里头去 它身上就会沾满的花粉 那当它在飞到其他颗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花粉 送到其他颗的吊筒兰里面 然后就产生受粉的动作 所以你看那个特殊的形状 跟特殊的造型 这是演化下来的结果 好的 除了吊筒兰之外 像这个是益存兰系列 这个在市场上比较少见 真的我很少看到这一颗益存兰 好的 我们来继续看其他的兰花 还有什么呢 好 这一类型的兰花其实是石乎兰系列 那你只要看到这种 金上有带有那种黑黑的毛 我们都称为黑毛石虎系列 那黑毛石虎系列呢 原生种不好种 不过交配种其实 现在在市场上还OK 那这一类型的有很多种 很多种颜色 大部分是从泰国那边进来的 那大部分都带有 你看他的金上是带有黑黑的毛 因为我们就称为黑毛石虎系列 其实黑毛石虎系列 有很多好看的品种 问题是很多不好种 特别是原种不好种 所以如果你要种植的话 种植这一系列的话 多多少少要考虑一下 他这一类型的形态 或者是好种不好种的问题 因为黑毛石虎系列就是 以前都是属于高山形的品种 平地呢相对的太热 对黑毛石虎系列是 非常非常不友善的 简单的说就是很难种了 概念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接着来看其他的兰花 好这个是金钗石虎兰 金钗石虎兰现在真的是花季 就是Nobelia Dangiovia Nobilia Nobelia这一系列呢 其实现在正在开 那这几年比较有趣的是 Nobelia这一系列呢 很少看到正常版的 比较常看到这种 这种版本的 那这一颗开得很开 他这种变异版的 也有不同的个体 不同个体是那个花 开不开得起来 差蛮多的哦 那这种变异版的版本呢 其实最近比较多 你会发现相对而言 正常版的很少 对这个是很奇妙的市场现象 简单的说呢 就是呃现在人喜欢 比较喜欢变异版 或者是白花版本的这两个版本 反正这两个版本变很多 那你要去找正常的版本 像现在是真的不好找 比较少 相对而言少非常非常多 那我觉得变异版的 跟正常版本 其实种起来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不是非常的难种 Nobelia我觉得 这类型的石狐蓝呢 比英石狐好重 像我们在种英石狐的时候 英石狐它比较对湿度 比较要求一些 状况不好的时候 它不开花 那像我就种了几颗英石狐 它不喜欢开花 那就算了 但是呢 Nobelia基本上每年都会开花 而且很健壮 基本上我有问过一些园子 他们都会觉得说北部中北部 台湾中北部的地方 可能会开得比较好 因为它是喜欢温差的环境 像在南部 大概都开零零散散的为主 就是它没有开那么的密集 那但是其实呢 Nobelia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玩 非常好漂亮的石狐蓝 原产地呢 我去看过那个原产地的书 他们会把它种在那个大石头上面 这非常有趣 当地在种植的时候 不是种在树上 是种在石头上 就大颗的石头上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兰花 好这个是粗意的兰花 其实这还蛮可爱的 就像应该是蜻蜓蓝那类的 可是我觉得它的叶翼很漂亮 你可以看它叶翼是外框 黄色的中间是绿色的 叶翼这个东西 其实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最早他们在剥种子的时候 或者是做主培的时候 有可能产生的变异 那这个变异呢 可能是随机发生的 随机发生了以后呢 它就会产生很特殊的个体 从很多很多石森苗中剪出来的 那这些苗呢 长大以后再去切分身 所造成的结果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叶子 整个叶翼非常的漂亮 其实之前在蓝展的时候 有一摊的摊位 是专门在做那个叶翼的 你会发现它手上所收的品种 全部都是叶翼型的品种 那叶翼型的品种 大概会有比较 可能会比较出现几个缺点 就是可能长得比较慢 因为叶翼它表示 它的那个叶绿数比较少 好OK我们来看其他兰花 好这个是石湖兰的其中一种 那有人叫乒乓啦 就乒乓石湖 或者是反正它的开花 其实就是一球一球一球 一球一球一球的那种感觉 那这种兰花 其实乒乓那一类型的讲法 都是简单来说 都是用外形去决定的 那这种兰花非常好重 其实它非常好重 它就是一球一球一球的开 它并不是完全是整串的开 那状况好的时候 它会开满 就是开很多很多 很多这样一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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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实还蛮可爱的 那这种品种呢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蛮健壮又好重的品种 那但是记得它是旧枝开花 所以你在你在种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旧枝才会产生花朵 而如果你新枝条的话 其实是 新枝条呢 要等到明年 就是今年它长完叶子以后 然后等到明年 它才会开始开花 所以你看那左边那个新枝条 要等到隔年才能开 产生开花的现象 所以这一类型的兰花 它的开花方式就是旧枝条 所以如果你要种的话 要记得说旧枝条一定要保留下来 因为有些人会去捡那个旧枝条 其实捡旧枝条 我通常都不太建议的原因是因为 这种旧枝条会帮它保存养分 除非它生病 不然我通常不会去捡它 越多旧枝条 照理说它会开得越好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